早上九點多 國道五號出現長長車震 走走停停 就算從自高點往下看 還是看不到鏡頭 二二八連假最後一天 一早國五北向雪碎舊 湧現車潮 對國五北向車多的部分 車多情形會一直持續到晚上 七點八點以後 才會直接疏解 高工局表示 收假日這一天 擁色的路段以北返為主 包括國一西羅制蒲岩系統 南屯至厚里 苗栗至湖口 國三竹山至中心 草屯至霧峰 以及關西至大溪 另外國五宜蘭至平林 還會繼續塞 還有國六救政至霧峰系統 也會在下午時段出現 北返車潮 即是上午九點 國道的全線交通量 大約落在16.1百萬車公里 而高工局對預估 今日會達到110百萬車公里 預估交通量 大約是平時的1.3倍 高工局也祭出疏導措施 從下午兩點到晚上九點 國五蘇澳 羅東 宜蘭 投城交流道北向入口 家道實施高承載管制 另外早上七點 一路到晚上十二點 國一蒲鹽系統 和國三西兵北向交流道 入口封閉 也提醒民眾北返留意路況 別讓家的距離 因為塞車變得 腰不可及 二線萬山流去哪張正會 台北宜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